你根本就没权 批出这些无约冲利议案 在一个选举主席的会议上去进行讨论 我们已经引上你十个会了 主持人 就想你帮忙澄清一下 刚才你说的就是梁国宏和吴亮星的案 就是说主持要有效率 要掌握得好 但是你一个半个小时的选主席的会 你开成十次 是不是叫做有效率 以及符合那个判案的精神 我想你澄清一下 第二个要你澄清的就是说 你没权决定在选举主席以外的事 我想问一下现时 有很多那些临时动议 或者写封信来要动议 要照这个来见那个来见 那些你又给他们去讨论 其实你是不是已经潜见了很多你的权力 好啊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先 关于那个梁国宏CFA那个案件里面 判了 优优虽 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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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是有權去問候候選人 幸福會的運作和你一個主持 一個選舉主席的人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你的工作就只是要選 主席出來 而在議事規則也好 我們開會的章程也好 裡面寫明你的工作就是 有沒有人選主席 其他任何權力 你都是濫權 即使你剛才讀了一大段 引用那兩個案例都好 都不能夠講你過去 那十個會裡面 一直在僭建 一直在濫權 所以我認為你的濫權 這個已經是 按照你剛才讀的那段 是解釋不到的主持人 我再說一次 他這些 所有的無約束力效力的議案 其實他都是跟這個選舉 你根本就沒有權 批出這些無約束力議案 在一個選舉主席的會議上面去進行討論 我們已經忍了你十個會了 主持人 但你不用解釋 因為你濫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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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